小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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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陳松哲 我今年十歲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何莫王至母病 從前有一個國家 那裡有一個國王 名叫何莫 那裡的人們都心風一叫 常常要殺很多動物 來祭拜神明 有一次赫木王的母亲生病了 赫木王很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请了全国最好的大夫 可是却没有办法 结果大臣们七嘴八舌的说 最近心秀错乱 鬼神发怒 一定就是我们只能鬼神做什么不好的事 所以呢鬼神才会神奇 国王啊我们应该要杀一百个同男同女 还有很多很多的牛羊 这样子才可以平息鬼神发怒 对啊对啊我也这么认为 对啊对啊国王我们也这么认为 国王说好啊 于是下令全国杀一百个同男同女 还有很多牲畜 大家赶快把家里的牲畜赶往京城 可是大家都不肯把牌子献出来 于是士兵们太生气了 马上冲进家里面 把他用毛抵住他们的脖子 把他们的小孩给抱走 结果街上的哭声 喊声 抢声 骂声 以及 淘淘声 好不凄惨 这时 混乱一片 突然 佛陀视线法相 在空中 所有士兵都认识了 于是 大家赶忙跪下来 拜着佛陀 佛陀持强地说 佛陀持强地说 佛陀治国应该要以人得理义 效替来治国 不应该信奉邪教 胡乱杀害生灵 佛陀 你赶快把那些动物给放了吧 佛陀王听了大错大物 马上把那些动物给放了 于是 那很刹那 母亲的病就好了 后来呢 佛陀王带领全国 归依佛教 再也不信奉邪教 从此 佛陀王的国家的人民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乱杀森林 我们不一定 祭拜神明都要用肉啊 其实用菜也可以 只要诚信不减就好 而且乱杀森林是不对的哦 想想看你的爸爸妈妈被杀了 你会怎么样哦 这是我留给大家的一个小疑问 大家 我的故事就在今天讲完了 人人欣赏好世界更美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